你不覺得那個阿姨跟叔叔 兩個很同心嗎 這五個裡面 好像有四個都是離婚的 就是因為孩子確診 那個電視節目有報導過他們 那時候因為一天到晚就要回診 就帶著他 有一次我們在診間外面 有一個媽媽 居然跑過來跟我們講話 他說我每次都看到你們兩個一起來 我就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可是我都一個人來 因為我們去的都是 有一天醫生問我說 你今天為什麼一個人來 我就說我工作不用上班 我就想回答他 他的意思是說 你們兩個每次都是一起來 為什麼你這次只有一個 我就開玩笑 玉京很熟了 我是說他要上班 不然不用上班都沒有收入怎麼辦 所以就是在醫生的眼裡 他就跟我們講說 其實他們也看很多 大部分遇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都是離婚收場 因為就是壓力太大了 然後爸爸就直接逃跑 如果說沒有婚姻的訓練的話 男人其實不知道怎麼做丈夫 也不知道怎麼做父親 這是這實話 那